《财政预算案》提出 打算盛事常态化 以后每个月都放烟化 与此同时 2025年1月起 也会重新佩服开征酒店税 这两项 一个是烧银纸 一个是增收入 是否符合政府开源折留的原则 预期的效果是否能真正达到 还是刚刚好收支相抵消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时时大报解》 财政预算案公布了一段时间 虽然要5月才要表决通过 不过很多问题仍然大家讨论 两个问题今天一起谈 一个就是酒店要收酒店房间税 第二个就是每个月放烟化 你赞不赞成呢 好了 听下嘉宾怎么说 我们嘉宾 旅游业议会总管事 杨淑芬小姐 你好 杨淑芬小姐 每个月都放烟化 那就很自然的 因为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二 两次大型烟化盛会 吸引了加上 我认为100多万人的人次来参观 是不是这样政府就建立心起 觉得这东西很正 所以就每个月都放了 TIC怎么看呢 我想首先讲一讲 我们的理解就不是说放好像年初二 或者是随值的烟花 这些大型的烟花 理论上那些就是烟火来的 就是小型很多的 所以我相信那个钱一定不会是 就是等于我们在初二 或者是随值的烟花 那在我们旅游 当然了 明白了 就是这个钱是花得多 少的 就是不同的人又不同的看法了 讲回我们自己的旅游界 去怎么看这件事 那如果在旅游业来说 其实我们是觉得 这个方向是我们欢迎的 因为我们觉得这一件事 是可以带动到我们的旅客 会觉得可以来香港玩 是会有多些不同的 就是其中的一个城市 这样一个活动 那让他们会是留在香港的意欲 就会是长一些了 就是他可以有一些这样的 就是老实话放烟火 一定是夜晚 隔夜晚 那变了 变了就是那个消费那里 你也可以带动他 就留香港久一点 在香港可能去晚餐 就是会吃饭 但是我们的看法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就不可以一件独立的事 就是你只是说放烟火 或者是无人机表演 那你只是一个单一的项目 当然也都未必可以吸引到客人 所以其实就会做很多的串联 包括比如说我们讲 无论无人机也好 或者是放烟火也好 那这些应该都是在维港两岸 或者一些是海边的地方 那可能有些其他区域的海边 那变了就真的要看起来 怎样和近远远远远两岸的 比如说餐厅啊食肆啊 甚至或者是商场 会不会同时间有些东西推出呢 那变了就是那个旅游产品 或者甚至我不是只是一个旅游的产品 会包含了很多的不同的元素在这里 那旅客来到的时候呢 那你自然那个消费就会高一点了 那还有如果是消费带动到高的话 那如果放烟火可以是有不同的 不同的行业都可以受惠到呢 那我们觉得这里对于香港的经济 都是有博助 那这里有两个问题 最想听一下你的意见 一个就是那个消费行为的问题 宁愿去深圳住酒店搭车过来看 看完之后又回深圳住 翌日才回来买东西 就是他都不愿意香港逗留住一晚 他说你酒店太贵之类了 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以前记得1817年之前 会逢放烟花呢 我的朋友说去两岸租间房 酒店房都找不到的 可能是隔一年前都已经被人订了 那现在就好像没有这支歌唱是吗 还是不是 我高楼寡闻呢 不是 不要这么说 其实呢 或者我们说初二的时候放烟花 或者是随着放烟花 其实当时那个酒店入住 尤其是维港两岸那些都是很爆的 很爆的 很爆的 是的爆的 不会说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他那个放烟火那里 依然有一帮的客人 他们是肯消费的 这个无论他是旅客也好 或者就算可能是本地人都不出奇 都会有的 而刚才我也很同意主持你所说 程先生所说 就是说 那个 他会不会 那就在香港看烟火 看完就回到深圳了 那个住宿会便宜一点 所以其实不可以一个单一的东西去吸引旅客 那变成我们 譬如早前都不停地说 那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可以吸引呢 那我们一直有说 推广深度游 那这样 这也是一个 那令到你是 令到旅客 你是不会说 做完了一件事 就回去 那他是会有很多件事 要在香港去做 那是深度游的行程 又或者是最近 或者今天 这个最近刚刚出了的 就是那个金融 那个八年诞辰 那个展览 是 那变成这些 就是不会 这些都是一些香港的 一些的盛事活动 那变成人觉得 你香港不是一个单一 我只是看你的放煙火 或者 不是单一尾 不是单一尾 没错了 没错 就是旅游 我想自己都是这样想 你去旅游 你当然想看多些东西 那所以这一件事 我们觉得是说 应该把这些东西串联在一起 你刚才说这件事 应该提醒我们的观众 以及提醒我自己 就是传媒的报道 真的不全面 是吧 就是我们见到 我还记得那个先生姓廖 我住深圳酒店 三百元 你那里要千多元 我宁愿去搭 浪车钱 那你不说 我们没有人知道原来 两岸 就是维港两岸的酒店 烟火 一样是爆 爆的 就是这些媒体的消息 就是大家都选一些极端的 来说的时候 就是我们看不到全貌 这个是提醒我们 这个 刚才说这个所谓 就是消费行为改变 这个你都说得很清楚 另一个问题 就是有人说 我们每个月都放烟火 喂 杨小姐 你每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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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不如請內地的無人機隊來香港表演 有沒有一個你每個月都做 將城市變成常態化 有人說你將城市每天都是城市 那不是城市 有沒有這個問題 我們理解當然知道這個煙火表演 又或者無人機表演 都是裏法局會去策劃安排 而我們的理解 其實當然他們都是專家 我們聽到就說 不是說每個月 總之我每個月就放一次煙火 同一樣東西 他們一定是會去設合一些主題 在當時的主題 我舉一個例子 當然他們是專家 他們當然會知道是怎樣 譬如說如果我是接近六月 龍舟競賽的時候去做的 可能這些就是和一些龍舟有關的事情 和一些有關的煙火表演 無人機表演 又或者是說 當然我們知道三月就不會了 但是我們自己說 譬如說如果三月 就是香港開始一些叫做藝術 藝術三月 那就是由三月開始 香港有很多 就是art basso 也都有很多的藝術裝置 譬如接下來在維港都會有那個team lab 那樣東西 那它有可能就會是回應當時的這些特色 就是那個月份做的事情 又甚至乎是那個月份去的一些節慶 或者譬如大黑武火龍 火龍的時候可能它有一些不同 所以我覺得是應該是每次都不同的 就是不會每次都一樣 就是他們專家一定會想到這一點 我覺得 是 可能一個更好的例子就是 譬如迪士尼 那它都慢慢放煙花 沒錯 它都不會是迪士尼放煙花 那迪士尼裡面有 時不時都有不同的主題 那沒有人說一輩子可以去一次 都會有人再去 那這個可能是一個更好的解釋 就是說 不一定是千篇一輪 就是禮牌就是放一輪煙花 那麼簡單 都要結合整體的節目 一起加起來 沒錯 我們都挺肯定他們不會是千篇一輪 就是因為他們也都有跟我們溝通過 當然最終的計劃未落實 但是我們都收到那個消息 就是他們是會配合回 就是當月份裡面 或者那個季節裡面有些什麼特色的東西 去做回那次的表演 最近這個組織都非常受歡迎的 都很好 是啊 沒錯 沒錯 事先也都不見有很大的宣傳 不過一旦出來之後 都相當吸引人的 是啊 這個我又這樣看 是的 我們有時候也都看回 如果我們的宣傳 譬如說 我們香港看到的宣傳 可能是給我們香港人本身 但是海外的宣傳 就是應該在海外才看到 就不是我們去看到 而這個Team Lab 也都是一個非常值得去看的一個展覽 也都加上Team Lab 是第一次 全球是第一次 是有這些藝術裝置 是在水上的 我們香港是第一個 我覺得這個是 因為它由天馬廣場 一直會去到 伸延到海港 那裏 所以在水上的藝術裝置 是全球第一次他們做 我覺得我們香港 這個地方 可以有這個的第一次 也都是很值得我們去 我們自己去欣賞 我們自己市民去欣賞 還有當然也是有限 也都會來 這裏做少許廣告 就是說 我看那個細節 時間都很長的 不是說三兩天的 是不是 沒錯 我們知道這個Team Lab 好像三個月左右 好像是三年至六年 成幾個月的 很長時間 是啊 沒錯 而這件事我們覺得 其實我們也有反映 就是說其實老實說 做一些城市 盡量希望可以做長一點 因為你計劃 你要計劃一些行程 計劃一些旅客 你怎樣宣傳 你都要時間 那如果你是只有 一兩天 那不就只有那一兩天 才可以有機會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 很多這些城市 就算我們說金融這個 在愛丁堡廣場的展覽公司 它都是去到整個七月的 那這些就很受歡迎 我聽聞它第一二天 已經有旅行團去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我們談談 財爺說要恢復酒店睡 怎麼看 歡迎繼續收看時事大報解 我們今天有嘉賓 旅遊業議會總管事 楊淑芬小姐 總管事 是 酒店稅 我看回這些紀錄 應該是大概沒有十年 都是八年前 才停止了酒店稅 是嗎 對 沒錯 現在增加了 從政府增加庫房收入來說 當然是好事 財爺說每年會 估計會收回十幾億 但從酒店本身來說 現在又是要邀請客的時候 環境也是剛剛恢復 現在增加這個稅 會不會酒店業界又不是很歡迎呢 我們去看回這件事 當然現在我們還是在復甦的路上 我們叫做復甦的路上 在這個時候有這個消息 當然時間上我覺得 真的好像不是一個最好的自己去說這件事 不過我們聽到這件事也是說 這個酒店稅現在說出來 其實到2025年的1月才開始 還有一大半年 是的 變成我覺得都好的 起碼我們還有時間 業界還有時間 將這件事去消化 以及去理解多些 知道那個運作是可以怎樣做 這些還有時間去做 但是 反過來也有很多人會問 如果我們收了這個酒店稅 會不會我們的競爭力都低了 人家又不會來我們 又少了大家 多少了一些過夜旅客 不過我們又要看回我們周遭的城市 其實這個酒店的房間稅 其實我們周圍的城市 全部都已經收了 其實很多還收得不止我們3% 變成如果你說3%的話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輕微的 就是那個銀碼都不是很 英文所謂 significant 就是不是一個很 很入獄的事 沒錯 我覺得不是說很大的 就是說你說到實際 那個客人因為有了這個酒店稅 他就考慮覺得說 我也不來了 我覺得這個機會很微 因為實在那個銀碼不是說 不是說這麼大的 如果你去一個旅行 反而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怎樣包裝我們的行程 我們的體驗 怎樣包裝我們這個目的地 那個吸引力 那裡就是最重要 所以我們都覺得 現在當然也都知道 政府付房沒有錢 我們要做宣傳做很多事情 都要錢的 所以開源也是一個重要的環節 你說得很對 就是時間上可能是有些問題 當大家都說 政府又不夠錢 要開源折留 你計算了那裡 在那裡不是折留 將它計算到開源那裡 即在那裡增加 即呼籲收稅 變成開源那裡 那就不是折留那裡 本來是希望大家 現在省下賺到增加 即是減價去傾銷 應該是這樣 現在你說還要加稅 可能時間上有問題 不過 那是否有個意思就是 你都不同意 比如說 很多人說2024年 今年才是真真正正復甦走向正常 因為2022年的時候 年底大家的期望管理有些錯失 以為23年就很棒 結果就有些期望失落 即很失敗 很失落 現在是否2024年相對比較平穩好景 所以才爺說2025年一月才行 大家都可以了 都接受 會不會這樣 我們這樣看 即是現在來 老實說2024年 都不是容易的一年 我們覺得都充滿挑戰 都充滿挑戰 但是看一路 譬如說 我們主要的問題出現在哪裏 就是說我們航班不夠 我們人手不夠 我們看到這些最大的難題 都是有一個正面的方法去解決 譬如說輸入勞工 另外航空公司的運力那裏 亦都有航空公司 早一陣子都說了 他們亦都會 預計在2024年尾的時候 都可以恢復運力 那變了我覺得 所有東西 種種我們聽到的消息 那應該我們旅遊業 在這個2024年裏面 都是應該會賣進一大步的 雖然那個過程是會艱苦 但是我們覺得都有信心 所以在2025年的時候 可能到時 這裏也都可能 我們說笑說一句 可能政府也都看得起我們旅遊業 那就覺得我們到時一定成功了 就看回春節遊客的人數 酒店的人房的訂房的比率 都相當好的 就是相當… 是的 不錯的 旅遊團還… 春節的時候的旅遊團的數目 還多於2018年 所以這裏也不錯 這麼厲害 是的 你是說那些大的旅遊團 或者現在不流行那些大旅遊團 那現在可能我們 盲眼看著那些自由行 深度行那些 那些是嗎 那裏是有的 但是剛剛過去的那個春節 旅遊團的數目是高的 那還是高過2018年 那當然春節來說 最主要的市場 都是內地市場來的 那所以內地的團… 是的 那當然也不是說全部都是過夜 老實說他們全部過夜 香港的酒店都接不完 所以這裏都是… 這裏變成我們覺得 勢頭都是不錯的 這個農年 我們開得不錯的 換句話來說 2025年1月份 開始收3%的酒店稅 大家心目中 你也這樣想 酒店也這樣想 到時我生意興隆 都不爭在那些 都沒所謂 應該是這樣的心理 大家的判斷都是這樣 希望它真的實現是這樣 是嗎 是的 還有當然 我們也是說一句 其實周邊的國家 其實差不多個個都收了 那變了 你說會不會 因為我們收了 所以我們會吸引力低了 那我就真的看不到這個 這個情況 即是如果數額很大 百分之十之類 那就會有些考慮 如果不是的話 應該也不是很大的考慮 沒錯 即是我們百分之三 是比周邊低的 是 好了我們的話題 轉到現在不是說酒店稅 就是說2024年的航程問題 現在一般來說都是3月份 4月份 4月份應該是比較 相對比較淡靜一點的 即旅遊季節 可能是7月份 8月份暑假 是吧 今年的 從TIC的角度來講 看不看到今年的暑假 那個趨勢 那條線會很明顯向上 我們覺得暑假會向上 我們覺得24年的暑假會向上 其實在剛剛這個3月份 現在這個3月份 其實那個旅遊 或者我們說出遊先 出遊那個都不錯的 整個3月份 是比1月份、2月份的 還有現在我想 香港人去旅行 也都未必說 我一定要找長假期的時候 才去這樣 因為你知道 逢真長假期 機會又難求一些 所有的都會 團費會貴一些 這樣 變成整個3月份 我們見到都不錯 那我們在2月尾的時候 就是我們TIC 我們就跟某一個機構 就一起在會展裡 都合辦了一個旅遊博覽會 那在裡面的時候 我看到有廣告 我看到有廣告 是啊 很多 就是我們都很意外 就是我們四天裡面 總共入場的人次 是超過20萬 哇 厲害 還有我們跟一些參展商說 個個都有生意 個個都很滿意的人流 所以我們也有信心 我們也有信心 就是今年2024年 就應該會那個 那個 就是那個復蘇應該是 那個步伐會再快些 你剛才提到這個 就是出境遊 有些人會簡單的繼承就是說 你不在本地消費 那就是香港得武得益的 其實是否不可以這麼簡單去看的 就是你出境遊 都是其實 都是你那個市場 暢旺的其中一個標誌 都是要考慮在內 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肯定 我覺得這個肯定 老實說 世界是一個運轉 就是沒有理由 只是別人來這裡 運出去 沒錯 所以我覺得這個一定是一個自然的定律 你這樣才會有一個流轉 當然我覺得我們香港的出境 的情況 其實就真的很看回我們整個經濟 就是大家都是 你的袋子裡有多些錢 那你也打算去旅行去多些 但是當整體經濟差的時候 當然這一方面的考慮會比較多些 有時候都未必是有沒有錢的問題 就是有錢你肯不肯花 有沒有心情去花的問題 有沒有心情 沒錯 好了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想兩三年前 跟TIC陪你 和你們主席這樣談 都慢著腎 就是那個人手問題 就是復蘇剛剛開始的時候 那些人有些已經離開了 那些導遊都轉了業 那現在事隔了一兩年之後 現在這個事情 是不是已經過去 復償在我們行業來說 都已經是搞定了 因為不是 始終是一個大問題 始終都仍然是一個 我們最大的問題 人手始終都是 就是我們現在的導遊 就是比起疫情前 就是我們現在是大概有 五千來六千個導遊 五千來六千個導遊 就是刺牌導遊 比起疫情前 是有七八千 其實少了很多 當然尤其是有些 就是有些 那些外語導遊 比如說泰文 講華文 這些導遊 越南文 這些 其實真的少了很多 所以有時候 比如說我們有幾個市場 就是講我們入境的旅客 比如說泰國 菲律賓 菲律賓都好些 因為菲律賓講英文都可以 但是 就像泰國這些 其實 他們已經回復疫情前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是接不到 不敢接 因為你沒有導遊 就是說不到 所以這裡人手 依然是一個 對於我們來說 依然是一個大的難題 在這裡其實我們 旅議會 我們都已經 跟勞福局 甚至乎 教育局 都有講過這件事 首先跟教育局 去談的時候 就說 其實在這個 教育上面 教育層上面 會不會是早些 可以讓同學 接觸到這個旅遊業 令到他們 畢業之後 是有興趣入行 因為 沒有新人入行 都是 不是只要救人回來 你也要有新人去接 那這裡 都是一個 一個難的位置 我們也提議 會不會可以考慮 有些 很多外語學生 距離香港讀書 讀完書之後 會不會可以讓他們 在香港做兩年事 這樣 這個很指揮 是的 就是 所有這些 我們都希望可以去探討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可以在人手 那裡我們可以幫到一把 當然現在 港人手 一定是比 就是我們 二二年尾 二三年的時候是好的 但是 都依然是一個大的難題 剛才你說 教育 教育就比較長遠 你眼前 你要立竿見影 要救急 教育就來不及了 拔刀分了 剛才你的建議 比如說 有沒有可能 譬如 那些外地的學生 做兼職 可以允許他在這裡做一份工作 都能夠應付一下 都是好事 是不是有可能呢 這些都是要探討的階段 因為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因為我們的導遊又要持牌 那你是不是要他考牌呢 但考牌他就兩年之後 他又不能做了 所以也有很多事情要 要跟不同的自訓者去談 很感謝總幹事跟我們聊天 謝謝 時事大報解 下回分解 謝謝